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月 哪几天我要去马拉雅 要我继续车牌 以及答应了一些网友带她去看房屋 但始终未 finalize 这些信息 我都很麻烦这些国家 其实说到40年 很多女性仍然很好 甚至还有味道的那些女性 李佳琛 王翠瑜也不错 不过嫁了 蛇丝晚 蛇丝晚就差一点 但OK 李子凌 唐思榮 唐思榮也40 也OK 王志賢 王志賢是誰 以前DBB 男还是女 王志賢 王志賢 王志賢是那個男子 王志賢 是王志賢 是王志賢 王志賢 王志賢 是王志賢 是王志賢 王志賢 是基劳思榮 王志賢 王志賢 是跟13位學國語的 王冬興 王冬興也比不一般 王心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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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裡也很一般 黃心平是吃得下的 但我媽媽的不及我剛才說的那些 因為她厭一點我不是喜歡這樣的女兒 如果你問我Ali 就這樣說 我很喜歡Ali 我們看到我的女兒 誰啊 我們看到Frankie日日說 朱神隸跟Ali一起去追求她 經常問我們她選誰好 那你不喜歡追求那個女兒 娃樂波 長腳嗨 媽媽的 朱智賢 我真的不認識 朱智賢是之前吃蛋糕那個 朱智賢 黃淑儀 真是年輕 黃淑儀 真是年輕 是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她不是年輕 那種 我認識她的時候 已經過了十幾二十歲 二十幾歲 她簡直是 她不是高貴 我想幾十年 真的沒有什麼 汪明全都這樣說 她說 她說 淑儀姐年輕的時候 真的沒有什麼 真的 這解熱烈 麻煩了 真的 你說現在 你有沒有吃過花蛋 湯家花蛋 是 但是 你們有個普通 你不如說 不如說 不如說 真是難的 你說 幾十後 都要看狀態 譬如你 林青霞就可以了 林青霞就可以了 當然 你不如說 都是窄 尤其是 芳芳 真的不行 屌你都很可憐 還有殺氣 屌你有沒有殺 我殺夠她 屌你有沒有 有沒有出來說半句話 屌你有沒有 我不要說只是黑暴那些 真的很多 後來發覺 屌你有沒有回應 為何你原來這個胡胡基金 那麼貴呢 那些行政規用 有沒有說過有沒有回應 是吧 那些傻傻傻 人呢 我都說 我們又不能夠說 完全搗蛋了 一生人所做的所有事情 但是 一在錢那裡 就麻煩了 屌你了 好了 打擊濫用公屋 我不會再說 六名公屋居民 涉及五個案子 都是在這個申請公屋 或者申報入息 和資產的時候 沒有填他們 有樓 分別被判 14日監 不過全部還營額 還有罰款 五千或者一萬元 那個就不是很金的 但是全部都交回公屋出來 現在五間裡面 有兩間交錯出來的 一間也都在七月裡交 另外兩間也都準備交了 其實都不到你不交 我不知道你怎麼查出來 因為如果在過去 我們做地產的日子裡面 有公屋而買樓的人 我只是在我手上 我可能 和我買樓的客人 十個裡面有五個 都是有公屋的 我不知道他們現在怎麼處理 那麼 申報了 其實都是給父戶 以我所知 但是你超出多少就要交呢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你不申報 你就死定了 好了 其實是這樣說的 交了公屋出來的 但你實際上有私家樓 你實際上的能力就是高很多 但是很多人其實是 想著 就繼續住公屋 私家樓 就 用來收租 如果市好 收到休息 又休息 有首期的功都多層 就這樣 現在不是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 我最不明白 就是97年 98年金融風暴 董建華賤賣資產 賤賣資產 領匯那些就先說 現在變成領子 那時候很多時候 三幾十萬 近二十例 有些人不買 我到現在真的不明白 那時候買了就沒有這些事 為什麼不買呢 有些人會這樣想 我自己對小維修要我 你那麼省眉眼 那時候政府包裝了一個package 你供了一千多元 他也是預計你公開 公開一千多元 我記得那時候 外府外母買過竹園 九龍 三房 四百多五百尺 能夠餐到三房 二十幾萬而已 怎麼會不買呢 有人不買 結果如果那時候你不買 後來你會買新樓來買東西 你還是拿著公屋的時候 賣資產就不要說了 現在只看領展 領展怎樣跟他那些 然後又賣一些不知什麼的街市 不斷做一些無謂的裝修 不斷加租 不斷提升那個購物體驗街市 加租就加拿到只有那些財源街市做得到 那這些我所說的 其實這些 生活必須的商場街市就是用來平衡 這個那麼瘋狂的地產把握權 現在連大公民都會罵 當然 他都是說為什麼租這麼貴 他不會罵 根源就是管理到特區政府 港英政府 不是你總建華政府 賤賣資產 那時候 你記住2012年2013年你選 區議會 那時候選區議會 11年前 我們都有提出這件事 為什麼 因為 那個潘是什麼 那個傢伙 潘國生是不是民主黨的 民建聯 公民黨 民主黨 公民力量 是嗎?公民力量 還有一個民主黨 是的 另外一個民主黨的 那時候我們要罵你 我們是喬褲那樣的 犯犯開的 逐個罵他們 全罵 公民黨你罵你 民主黨你以為你可能有型 你一樣是罵你 贊成罵你 罵你 合併 罵你 賤賣資產 然後罵你民建 不需要說的 又在那裡罵 我那時候很久過去 喊咪和阿正喊咪的時候 當然不會罵了 一放下咪 看到你罵了 就直接走過去 我罵你老母 是那些罵啊 那時候罵你老母 有些阿伯那些 那些罵狗狗呢 這罵得了 這罵得了 噢 我也不會這樣做 那你想想 罵你什麼 那時候中落的東西 一批東西 一萬元一個車位 賣走了 然後人家包裝上市 有一幫人 那時候 哭打哭散 要炸壞大班 其實呢 陳偉業 廢還廢 他這個判斷 好像反對 看這件事上 他做得對的 名流他姓氏 是呀 大班也是的 而且真的很清楚 我們不用 因為那時候我也支持大班 在那時候 結果就是現在 現在你想想 以前我們呢 譬如說外面的商場 真的很貴一點 那我們去到譬如說 什麼辛翠啊 龍亨啊 真是便宜一點的 真是有一個特色 真是有一個特色的 因為他是 樓上那些 那些 叫做什麼 鄰居 在下面開嘛 那些店舖 還有他真是 做了幾十年進來 去便宜租 真是 去街坊街里 做街坊的 他真是 是特色的 好了 糟糕了 進去什麼 牛角呀 麥當勞呀 他真的進去那些 或者那些 敏華冰室呀 喂 我在公屋的樓下 結果吃過早餐 敏華冰室 一樣是48元 那 有什麼意思 麥當勞好像以前 他薪水也有 也有的 薪水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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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還會有街坊酒樓 那些都沒有了 龍烹大酒樓 另外這個人很少 所以記得不要虛報 現在這個政府 打擊 濫用公屋 我從來都說 我認為是非常對的 但是有時候 政治真的要說時勢 他們不會認識的 Tesla 只是 社會反應好像也有多大 我們前兩三天 市務員那個什麼 兄道智障 政府有什麼回應 有 他有什麼回應 他說這樣才是公平 不可以剝奪那些 照顧國安法的能力 學同的學習機會 你笑死了 特殊學校怎會跟普通學校相比 不是啊 他能夠學到 不如先去一二三 不如先去一二三 或者先去A B C D E 他能夠學到 自己能夠治理 洗澡 拆牙 去街 回家 掛著學牌 不懂的可以打電話 叫別人來接他 就已經是 很多父母一生的願望 真是這樣的回應 很多學校教性教育 你在自俗學校有沒有教 那你不如給他們大學學位 公平機會 這個真是好笑 我們一定支持 但是我覺得這個交通境 都不夠了道 什麼事呢 話說有條片拍到 有輛特斯拉 其實就不關事的 有輛私家車 拍了一個雙黃線 有交通境上前抄牌 結果交通境竟然被多名 白衣人包圍 現在特斯拉的司機還在 說認識退休警司 還串鈎那個交通境 你肩膀有顆花才跟我說話 我一開始看 這段新聞的時候 我以為他說 我是退休警司 你肩膀有顆花才跟我說話 我在那一段時間 我都覺得 你退休警司 就算你現役警司 抄你牌就一定了 因為你為例 那個故事就是當年你未被人抄牌 接著那個抄去那個還升職 我們不要說 不要說那些 原來這個人 我真的奇怪 不關他退休警司的事 我想他退休警司也很尷尬 你有沒有抄牌就被人抄了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很頂不順香港的人 現在街上那麼多車 雖然少了很多 我都贏得多 我覺得還要加牌費 抄牌加到一千元就最適合 你沒有錢就不要再學人開車 真的 我真的好 最忍算的 你這輛不是穩食車的 是私家車 那你買雙黃蒜 抄牌 就抄了 沒錢窮鬼就走開 三百二比不肯起 我昨晚就 買到哪裏吃麵 這次那個小婆說 喂 給你那個抄牌 我說行了不用了 有他 他還沒到 又救他了 三百二元 屌你老母 要我跑出來吃到一半 屌你然後說 哎Sir 走啦走啦 繞我圈回來的東西都凍了 屌你沒錢 不要開車啦 屌你老母 好了 都算 香港 好笑 屌你老母 你向黨不緊要 向自己黨 你向人家黨也不緊要 喂 屌你老母 蕭澤宜是我的老死 你這樣想 當然蕭澤宜也吵夠你啦 我不是故意 拋牌而已 不想是 好笑 屌你老母 你真是道理 喂 屌你老母你當我留嗎 我懂屌你老母 那個去什麼死了那個 許其安的 我屌你老母 喂我認識退休警司 你認識現任警司 那個 那個 交通警察就說 不跟你說那麼多 退休警司 我是現任警察 其實老實說 為什麼交通警察 做得有什麼 做得不好呢 他說 我不怕 退休警司 我認識警察 他退休了啦 你應該是 喂就算是現任警司 我駕駛來做而已 因為你真是 顧予法例給你 顧予權力給你 他是警司 你這裏抄他 如果是犯規的話 屌你老母 結果呢 這傢伙在香港 跟著屌你老母 結了別人拖了車 要賣的車 玩死你 屌你老母我真的不明白 喂有些人是不是真的有這個人呢 我認識藍綱啦 不是呀 他有些人是什麼呢 他有些人呢 為什麼他覺得呢 我認識那個 他有警司 他覺得很麻煩呀 於是乎就響到 等於 我認識藍綱康啦 有些人說 你老母 我不想說這些詞 層次低 我沒有那麼高層次 但我不會響 譬如說 喂 你是駐收莫平 啊收莫埔國區議員 喂張寶仔 張寶仔議員嘛 是啊是啊 不如我跟他很老死 張寶仔 去到豆漿三豐 很老死 那時候我跟他一起在油堂 什麼呢 不過其實我不是住收莫 我搬去官堂 官堂 是啊官堂 郁文芳是不是 你住 郁文芳我就厲害了 現在不是蓋了那個 那裡叫什麼 APM 不是APM 郁文芳 即是現在新蓋了座 屌你都用來送樓那裡 啊 那時候那裡 說是那個大哥 啊 喂新記呀 四眼位呀 那些老闆來的 有些人真的很喜歡這樣 對啊對啊 但是你不是看人家抄襲禮 喂 喂 我認識李sir 你知不知道誰 他修言 你知不知道誰 李sir 哪一個李sir 李家超 你也不認識 他有警司來的 你抄我牌 我認識他 我說 我立刻沒有I C I C I 跟他來 然後就說 過了給我 你了 他真的好得肉酸 不要這樣 很低 正所謂 有這樣說 你不低的 都不會駕駛這些車 就是這樣說 另外 這個 我就很support他 雖然我沒有下載了這照片 這叫 阿當 他 在這個走數之前 就已經用了乘副身家 就用來做什麼呢 指引管 OK 誰知 受惠這個走數政策 因為疫情已經做了很多年 現在就合爆式大增 那個 飲桶 他說因為大眾對紫飲桶充滿偏見 他覺得 很孤單 而且也被網民嘲諷是環保 他就宣傳 我是好產品 我真心去做這件事 我沒有單獨上去後悔 我看一面上 首先 我認不認同 這個走數是一件事 現在法例生效 就真的不可以用膠量桶 那你是不是要找東西取代呢 你始終要找東西取代 於是有人 這些就肯定不是我來的 但是有人 是很多年前 就已經扔了成父親家用了幾百萬 OK 將成父親家 逐樣去研究 逐張紙 逐張紙 怎樣令他可以刷到一些東西 不會讓我們紫飲桶 大家明白 有怪味 有時候用來刷 例如我們外面的飲茶 有個啤膠蓋 一刷下去就斷了 飲桶 會這樣 或者沾口 亂了 之類 他要研究 也要冒味 又可以可回收 很多東西 不斷地研究 現在就終於 他就叫 Soylebo 這家家叫Soylebo Soylebo 老闆阿當 過兒子飲桶 就已經 獲得回收認證 現在每個月就生產 只是珍珠奶茶的操飲館 280萬支 當你 錯了三四年南盤 一毫子生意做不到 開始懷疑人生的時候 突然說到你了 然後 發行商主動介紹 他的產品的店舖 因為沒有多少好質素的飲桶 發行商的那些 市場公司 會逼著賣你的東西 現在是階段性的苦重金內 今年就開始研發 6毫米 不是粗的 是最常見的茶餐廳飲桶 他說 只是試 因為很多止飲桶一放在罐裝汽水裡會爆泡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什麼叫爆泡 一放在 膠飲桶也會有的 有時候 但是少一點 就上了入止飲公道 有很多泡 他說現在已經研究了 三個月投入生產 每支是七仙 是比其他止飲館 甚至乎交飲館 都有競爭力的 他說他的信念就是 東西是可以回收的 比你們美的 但是和你差不多的價錢 所以現在開始 陸陸續續 在佐敦道區 尖沙咀的茶餐廳 都開始找他 我就很喜歡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人說他是環保能 你說如果我有這樣的技術 我有的話 我有這樣的認知 我對科學的東西 一點都不懂科學的東西 我也會做 不是環保 市場有需要 做一些好的產品 好的產品 你做生意就無非是這樣的 是不是 你現在的大小就是 因為 要回收得到 這些是全部可以回收的 紙來的 是不是好過交呢 我就很喜歡交任筒的 我家裡很多 OK 遲些我又去淘寶 又叫我姐姐 回來 淘寶可以的 很奇怪 淘寶不理你 他也可以的 我可以繼續 但是如果好的紙任筒 我當然不計用 其實我現在 有些我用過 比之前好很多 我沒試過好 好多 比之前好很多 幾百沒有味 幾百沒有味 不用就不行 一邊飲食 一邊是 軟壁壁 好像河伯那條 不是呀 都是很硬的 但是 如果我在家裡 我最簡單 我仍然是用膠飲筒 你出兩張嗎 不過這陣子我喝了熱的東西 所以我給他 就少一點了 這個感覺 他說 其實他是想給大家一些環保知識 還有 他又覺得大家 現在這樣說 可能成都怨氣 經濟又不好 又對很多東西 感露不敢言 所以很體諒大家 這也是事實 對很多東西感露不敢言言 於是否遷路 或者把焦點放在 夠膽說的東西 可白的那些 另外 最後 我沒有看這個節目 原來 方東昇和黃曉瑩 合攜手炮仔了毛線 首過跨平台的新聞通識遊戲 叫做《猜猜我是誰》 跨平台是甚麼平台 你知道嗎 我真的不知道 Youtube加 DVB 互聯網加DVB 昨晚播出《猜猜我是誰》第四集 就曝光了 原來歐陽炳強 指引藏屍 這個 兇手 被釋放 2002年的時候 出來 兩年前就過世了 原來團隊在2020年拍攝《尋人記》的時候 大家應該知道這個節目 已經初步接觸過歐陽炳強 跟進採訪長達4年 但是歐陽炳強在多次的訪問和電話訪問裏面都是這樣說 說 明白到法律上要回案機會微乎其微 加上不希望現身影響到 家人 所以要求團隊在八年歸老後才公開討論 他的訪問內容 而堅稱他是沒有殺人的 我不特別說這件事實在太奇怪了 但是在訪問裏面 歐陽炳強 曾經勸戒過年輕人 做人一定要腳踏實地 不要因為走錯一步 因為你走錯一步 就會前途盡位 抱陷終身 你去這一句說話 是 如果你是沒有犯罪的話 我就真的不覺得你會在你的口道說出來 真的不合道理 那麼當然 任何人說這句 年輕人不要下廠補部 要小心走每一步 因為 有時候有些 錯誤你犯了 就真是誠勢 幸災難反 那麼你在任何人說這句說話 但是放在他的嘴上 因為他的受訪的身份是一個 被認為殺人犯 好了 至於相傳說他 曾經 有釋仇說 訪問的時候他們談閒聊 跟歐陽炳強談閒聊的時候 有人說為什麼你不搬去遠一點 歐陽炳強不為異地就說 那麼重怎麼搬 於是 被釋出來的人就把這句說話帶出來 歐陽炳強堅強堅決說他 沒有說過 至於誰帶出來呢 其實 我後來記得就不是民敵 應該是我們的老友記 阿雞心 他是親口跟我說的 因為他都 八十 雞心哥不知道有沒有聽節目 我就經常跟他吃飯 我都沒有空跟他吃飯 他很好心的 去年我媽媽過生 他就特地拿白金上來 那雞心哥應該是打死警察 終身監禁 那時候他跟林郭雲 他們全部都相識 我第一身聽就是 他們整班聊天的時候 是他 聽到 他走漏口 那麼重怎麼搬 但是歐陽炳強在這裏 是否認的 在這個《叉叉我時水》的節目 那麼重點搬到 他可能用了一個常理 都可以 但是你能夠想像到 成馬金閒雞手 但是最奇怪的 就是 昨天的節目 提及了 他原來在獄中 曾經接受過明珠台的訪問 在獄中 他被解釋的時候 假釋是2002年 假釋前 而當時 明珠台的節目就不是要訪問什麼重犯 只不過 訪問一些 裡面犯過事的人 對於現在進來坐牢的感受之類 相關的片段 在昨晚這個《叉叉我是誰》 的節目裡面曝光 當時歐陽炳強的背向鏡頭 接受訪問 接連這樣說 就說 I don't really want to kill her I don't want to kill her I don't really want to kill her 我不是想殺她的 這個是播出的 你不懂英文 你就不會說英文 I don't really want to kill her OK 老實說 因為他一直呼怨 因為 因為 當時的 陰謀論證的科學鑑證 很容易找到 找到那些什麼纖維 也是第一單 但是如果你看到他 那我真的很難說 你問我 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他說得太多 但是你如果問我個人來說 其實我是比較相信 他是有做到的 因為 如果沒有做到 就直接假釋了也好 不是那麼容易釋懷的 甚至乎我都坐了幾十年牢 我都坐了幾十年牢 我堅決就是要跟你上訴 你認罪才可以假釋 我可能 當我適應了 我真的 老婆就離婚了 不知道 他不認 你沒辦法 或者等到 科技再進步 再找到 其他的資料 找到事實出來 就真的不知道 休息一會 束褻 ... 有 零 有 零 零